感恩本尊大光提 感恩我的法身 会长 林小姐 秘书长 主持人 各位同道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今天因为很久没有来台北了 所以今天来占预一下 那在我分享 我入本尊大概也一年多了 刚刚好一年多 我来分享一下 在我分享我心境上改变之前 我要先占预一下我的本体 跟本尊放光照明 因为最近公司非常的忙 然后本人身体又不是很好 状况比较多 所以两个夹急之下 就觉得有点烦躁有点起伏 那我要感谢光也感谢我的本体 就是在这段时间 虽然我没有看到什么镜像 也没有直接的一些接触 可是我知道他一直都在我旁边 所以我感谢光感谢我的本体 陪我在这一路上来 这么辛苦的经过这个路程 那我要赞誉的是因为 自己的感受就是 心境上其实有被影响 可是没有太大的起伏 我觉得这一点就 很值得感谢我的本体 感谢我的法身了 因为以前不管听到什么 看到什么 或是人家讲什么话 就是都往心里走 所以就觉得 心好像有被打击到啊什么的 很容易就是受伤那种感觉 那现在呢 加入大陆中之后呢 就觉得好像有穿了那个防弹衣 还是有防弹玻璃之类的 对 就躺在前面 所以就有子弹射过来 哦有受伤 可是没有到心 就心没有被伤到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自己可以感受到 所以心境上的那种 不会太大的波折跟曲折 这是我觉得 十分需要赞誉 感谢我的法神 感谢我的本体的 对 那主要先赞誉这一点 那第二个是要分享一下 我这一年来心境上的转变 跟大家来稍微一样就是分享这样子 那应该说我借用那个禅宗的那种 建山式山的比喻好了 不要说跟他一样 可是我是借用那个比喻来描述一下我这几段的过程 第一个建山式山 建山式山呢就是我刚接触到本尊到一样是从YouTube里面 就是听DVD 然后都觉得哇本尊讲的真好 道理说的真好 佛法解释的真好 那最吸引我的是什么 十项显发嘛 天子天女嘛 又有天使嘛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被这个吸引到 就哎我也想要有我也怎样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我要追求的是这个 所以建山式山 我的那个山是代表什么 我的第一个阶段是 有一个第三人称的一个目标 在那边我想要去追求它 所以建山式山就是 我把它当成是第三人称 就是我要去追求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物体 一个实体 一个目标要去追求 那所以呢 既然想要去追求它 就会有后面的动作嘛 所以怎样 入会嘛 大家都一样 然后呢 建本尊嘛 我也建了 然后呢 参加带动嘛 也参加了 所以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呢 就想说 哎奇怪了 会也入了 本尊也建了 光也射受了 然后石像带动也听了 啊怎么没有实体 那时候就纠结在那个点上面嘛 就是那我就是想要实体嘛 该做的我都做 一二三我做完了 总会有个结果嘛 那时候就一直 跟在这个点 所以每次听同道 他们都分享说 哇加入大日中之后 整天发喜充满 然后我就问我本体说 啊人家都发喜充满 我感觉好像欲求不满 就觉得 不是很快乐 对 所以我初期的时候 因为执着在那个点 所以就觉得 嗯好像没有感受到 那种发喜充满的感觉 那后来当然我没有停止嘛 我还是继续听DVD啊 继续参加带动啊 那慢慢的认知 然后还有观念有建立起来的 因 也就是从DVD里面嘛 还有跟同道的分享之中 我是体会到说 哦原来 每个人的体性不一样 所以显发的程度不一样 不是说你一入会 你一见到本尊 一射射到光 你马上就会怎么样 其实这不是成正比的 那既然体会到了这个 这个观念之后 我其实心理上有一些调整 哦原来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 一样放松心情的射受光 然后一样放松心情的去听DVD 所以我一样没有放弃 还是继续听 那听的时候呢 我就进入到我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 建三不是三嘛 对不对 好刚才说不是三 第一个我建三是三是 我有一个三 我想要追求实相 我一直往那边走 一直往那边追 所以我就被他绑住了 那我听DVD的时候 我回过来 本尊有提到嘛 本尊一直讲说 其一也一 其不一也一 就是什么 不二嘛 不二就是我自己 所以其实我要追求的那个三 它不是一个外在的那个三 而是回归我自己 所以它其实不是三 所以我第二个阶段是 建三不是三 它是我自己 那我调整我的沟通交往方式 我就用本尊DVD也提到的那种 坐鱼茄啊 起鱼茄啊 睡鱼茄啊 就是好像就是 我在睡觉就是本体在睡觉 我在刷牙就是帮我的本体在刷牙 而我在喝水喝茶吃饭 就是我跟我的本体是一起同步的 所以透过这些坐鱼茄 起鱼茄 睡鱼茄这个动作呢 我慢慢去体会这种感受 然后把它记忆起来 就像人家说 带洞嘛 带洞是什么 我吃这个苹果 我记忆 这个苹果的香味 这个苹果的味道 这个苹果的实体 这个苹果的重量 我把它记忆起来 射受在里面 同时就是跟我本体同步了 所以经过前两段的过程呢 当然自己心境上就比较开了 所以第三个阶段人家说 建三还是三 那我这边要注解是 建三还是三 而且不只是三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是一个杯子 它可以是一朵花 甚至是一股电流 只要是本体显发出来的感受 那通通都是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经过这一年 这种三个心境上的调整 我觉得我不再被什么镜像啊 或是我想要追求那实相给绑住 我现在对我自己就是 我轻松 刚刚一直强调嘛 轻松来到场 射受光 打开心 而且之前人家说 水洗别人的战域 其实当你心没有打开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水洗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所以当我这观念一转变 心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不去跟人家比嘛 我们就接受这个状况 它要什么时候选发 本体自己会决定 所以我们就接受这个状况 放开心来 水洗光 水洗各位同道的战域 那种真正水洗 我觉得我比较能 听得进去 也感受得到 所以心打开 然后还有知识 认知上面的转变 我是觉得很重要 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发现我自己 不太爱问问题了 以前都会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有看到光 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样 为什么我做了这件事 结果没有那样 会问了一大堆 那经过我这个观念调整之后 我突然间觉得 我没有问题了耶 怎么样发生什么事 都是感谢本尊 感谢本体 看到什么 或是没看到什么 一样都是显发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一年多来 先进上转变之后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有很大的成长的部分 所以也跟各位同道 随习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